有播出过几集的商法力先锋当中 我们介绍了如何将产品服务等项目登记成注册商标 可是其实连医疗界的手术方法也能够取得商标保护 在洛杉矶就有一个整形医师 他为了自己独创的整容方法来注册商标 而且经由了各种媒体的报道 把整容方法当成了产品来行销 结果相当的成功 广告里Dr.Mollican为千万病患重拾自信 作为比佛利山庄的知名诊型医师 他不仅医术了得更精通市场行销 早就拟定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战略 Dr.Mollican他因为很有名 所以他就是说 他是有去创造一些他的医疗手术 他的医疗手术他都有去申请商标 Tommy Talks说小副手术 就是Dr.Mollican的自创发明 号称只要在肚脐下开一个小口 就能沿着腹部去除多余的油脂和皮肤 紧致肌肉又能雕塑身形 Tommy Talks经过注册商标后 只有Dr.Mollican才能使用 专属手术方法还不止这样 好比是说他有个非常有名就是360度 Facelift 360度 然后他一共他的 Signature Brand Signature Procedure 应该差不多有十几个 专心的为病患解说 Dr.Mollican的各种手术方法获得巨大成功 看看改造前改造后变化真的很大 传奇性的手术方法也因此声名大噪 Dr.Mollican不仅被Vogue杂志评选为全美十大整形名医 还因此成为各大新闻和娱乐节目的热门嘉宾 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Dr.Mollican抓住每次电视曝光的机会 大力宣传他已经注册商标的各种手术方法 试图奠定他的专业形象 他不会用一些医院的词 去解释他的手术方法 他会用他的trademark的terms 有申请到商标的terms 来去explain他的procedure是什么 经过节目的不停播放 Dr.Mollican在大众面前塑造了自己的专业度 而他所拥有的自创手术方法 也渐渐和他划为等号 成为个人品牌的一部分 因为这样的话 观众还有媒体就会有个熟悉度 你要挑这些terms的话 就知道是Dr.Mollican的procedure 他用他自己的procedure来打造他自己的品牌 不过树大招风 Dr.Mollican的光环却让他成为不肖同行的模仿目标 不久就传出Dr.Mollican的独创手术名称被同行盗用 那当然就是说有其他的那个有其他的同行的对不对 那可能就会用他的品牌 用他的品牌讲自己 去describe他们自己的procedure 那是跟Dr.Mollican没有关系 那这样就侵权到Dr.Mollican的品牌了 幸而在律师的帮助之下 法律诉讼逼退了侵权者 让Dr.Mollican重新获得手术名称的专属权 没有枉费他多年培养的品牌价值 律师也提醒 想要学Dr.Mollican打出知名度 最好方式就是和他一样 持续使用一样的名称 看Dr.Mollican在手术室里忙碌 几个月后再为病患拆除纱布 而每当他看到病患喜极而泣的神情时 那就是他最大的回报 医师告诉我们 商标如同他的医德保证 不容任何侵犯 当然要尽全力保护 东森新闻马力廷殷宏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好您刚刚所看到 就是东森新闻跟立峰事务所所合作 推出了专题报道 商法力先锋 在下集的内容当中 我们会为您持续来介绍 更多有关于商标法规的 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敬请您一定要锁定收看